幾個月前我去嘗試了暴石不是中原標準時間不是那個暴石 暴住石頭那你看這個人他就在做一個暴石的這一個行為這個運動 那這個字叫做Bouldering所以Boulder這個字其實就是大顆的石頭 就是Boulder加個ing變成一個活動一個運動Bouldering 那我們中文就叫他暴石再強調一次不是暴石間是抱著石頭暴石 那這個人是暴石界的神為什麼我們看一下他這個一身的裝扮 他的鞋子是一雙這個拖鞋所以他沒有穿著所謂的運動的一個鞋子 事實上我幾個月前去第一次嘗試抱石還蠻好玩的 然後你就要在那邊租鞋子來穿所以那個鞋子真的就是一個沒什麼底 因為他需要你去很深刻的感受到你腳下踩的東西這樣子 我應該說沒什麼底嘛他那個底的感覺算了我不太會形容 但總之那個鞋子是很特別的鞋子而且很緊 好anyway然後同一時間在做Bouldering的時候他竟然還喝著啤酒 這在幹什麼所以他真的是暴石界的神 為什麼稱他為神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我們看一下這裡在說什麼所以他叫做John the Vermin Sherman 那這個他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在這個人的名稱中加一個那個綽號嘛對不對 那一般來說這個綽號就會放在姓跟名的中間 所以他的名字就是John Sherman 那他的綽號就放在中間John the Vermin Sherman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而且中間那個綽號會加引號會加 quotation marks 好這是一個固定的用法 好所以John the Vermin Sherman Climbing one-handed with beer and flip-flops 所以這是照片的一個圖說 那vermin這個字我們先在了解一下一下 vermin這個字我們說 翻譯成就是害蟲 社會的那個糟糕的東西 我們講周處除傷害那個傷害的概念這樣子 好所以他在爬然後他是一手在爬而已 climbing one-handed with beer 因為他另外一手要拿啤酒 所以他只是一手在爬 這真的是神經病才辦得到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爬過 我知道一手爬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好anyway with beer and flip-flops 這flip-flop就是拖鞋這樣子 好那下一句 he is best known for pioneering the bouldering rating system in the early 90s 所以他是在90年初期的時候 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 他去做了一個分數評比的一個系統 所以他有一個rating system 那應該講難度評比不是分數評比 好anyway 第二段說的是 先前呢 這些boulders 就是暴食的這些參與人 參加者 used either the Yosemite decimal system or John Gill's b system 所以本來用的是兩個系統之一 其中一個 那這個Yosemite就是那個優勝美帝 美國國家公園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which was laid out in his 1969 American Alpine Journal article the art of bouldering 好這句沒什麼意義 所以總之啊 先前大家用了就是這兩個系統 後來呢 所以John devised the v scale 所以後來他就用了一個所謂的這個v的系統 為什麼是v 因為他是vermin嗎 他用他的綽號的這個initial的這個縮寫字 來開 which was short for his nicknamevermin 所以他用了這個v scale 那你知道嗎 我剛說我幾個月前去了一次報時 到現在當然還在用 所以在牆壁上貼著 就是這個John vermin他設計出來的 John Sherman啊 對不起 the vermin 設計出來的這個v系統 ok 所以他一開始最簡單的 就的確是vo 或者可以被理解為v0 so he started the scale at v0 vo which would be introductory 所以就 所以初階的introductory 而9階呢就是最難的 and v9 would be assigned to the hardest problems 好 那就他就出了本書 as soon as the book came out the race was on for somebody to do the first v10 所以他寫了這本書 從v0到v9 書一出來 馬上就有人說 v9不夠難 我們看能不能把v10給搞出來這樣子 好 結果到現在 已經v10已經不夠厲害了 so now the race is on to do so the race is on 這邊事實上 這個是個片語 所以要是這個比賽開始了 比賽起跑了 the race is on so if something is on 就正在發生中了 所以現在這個race就開始了 來幹嘛呢 to do the first v18 已經不是v10 現在是v18了 或者至少把什麼 就把v17給他再 或者把v18降成v17吧 18沒那麼難 其實只有17 to do the first v18 or at least downgrade that v17 這樣子 所以其實到這裡差不多 後面這一段但沒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我先前看了一下 蠻無聊的 所以 要是你對報紙有興趣的話 那你現在就知道了 好就v0到v若干若干 就是他的這個難度的分別這樣 那他是誰設計的呢 這一位John Sherman先生設計出來的 所以你說他是報紙界的神 我覺得是不為國的一件事情 好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